本期视频主题,丁俊辉状态火热,16.4秒出竿速度,堪比火箭,搞定对手不在话下。 2020年苏格兰公开晒中,希克斯开完球后给丁俊辉留下了进攻机会,丁俊辉远台打进红球,精彩地完成单杆过百。 而对手开完球后,就只能坐着一边喝水,一边欣赏丁俊辉的表演,可以说是体验了一次观众席的超级VIP。 本场比赛中,丁俊辉打出了三个单杆50加,以及一个单杆过百。 由此,丁俊辉的单杆过百数来到了547杆,暂时排在过百排行榜的第七位。 丁俊辉的单杆。 丁俊辉的数目在可以转出。 丁俊辉陈萊 Ses 。 19 20 27 28 34 35 41 42 42 49 50 今天 35 41 3 4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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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本次苏格兰公开赛 丁俊辉的状态十分的不俗 冯凤平时喜欢收集斯诺克的数据资料 例如球员交手记录 奖金收入 冠军数量等 各位小伙伴如有想了解的信息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平时你也喜欢缝缝的视频 请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哦 丁俊辉的对手希克斯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他现排名第84位 而且早在2004年大奖赛上 丁俊辉与希克斯就有过交手 当时希克斯5比1大胜小丁 而本场比赛 丁俊辉也算是报了早些年的一箭之仇 而且希克斯在赢下两局的比赛中 打了一个单杆50加 以及一个单杆过百的成绩 本次苏格兰公开赛 奖金分配如下 冠军7万英镑 亚军3万英镑 4强2万英镑 8强1万英镑 16强7500英镑 32强4500英镑 64强3000英镑 单杆最高分奖5000英镑 在本届赛事首轮中 我国小将周月龙 轰出个人职业生涯 第二个147分的满分 如果本次赛事中 无其他人再打出147分的话 那么周月龙将可以 独享5000英镑的最高分奖 在战胜希克斯后 丁俊辉第三轮的对手 将会是奥当纳 目前奥当纳排名第49位 相信小丁只要能够 维持前两轮的竞技状态 竞技肯定不成问题 至于比分会是多少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视频下方 大胆地预测下 106 108 111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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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球的冯凤 各位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